尊敬的余校长 Vice Chancellor Lehman 上海纽约大学的老师 同学们 家长 大家好 今天是各位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天 也很高兴 特别荣幸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用这种特别的方法 参与大家人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 也谢谢校长 谢谢老师 同学们 因为你们此时此刻 我觉得这位奖章 与众不同 加倍珍惜 今天大家大学毕业 但是呢 今年的毕业 看起来麻烦很多 麻烦也很大 一毕业就碰上了 全世界范围内的疫情 无论是找工作 还是继续升学 都面临了全所未有的困难 这些困难 可能大家以前都没有想过 但没办法 这就是人生 在这个时候毕业 寻找工作 走上社会 大家会觉得很不幸 但事实是 人生这样的意外会很多 学会选择 学会适应了 你就懂得了生活 学会把握了 你就会与众不同 今年全世界 那么多的毕业生 大家都一样 都碰上了同样的困境 这个时候 你的态度 你的行动 决定了你的未来 你们至少比任何一届的学生 都学了一门课 多修了一个学分 这门课 没有考试 但比任何一门课 都尤其重要 因为疫情 因为这个灾难 你们学习了 应该如何去思考 这个世界的巨变 以及如何在巨大的变化面前 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 如何改变自己 去适应未来 我们都很难改变昨天 甚至很难改变今天 但我们做一点点事 就可以改变明天 改变我们自己的未来 这门课 刚刚开始 我也和大家一样 都是刚刚开始 学习这门课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世界面临了 百年未有的危机 但是人类所拥有的资源 和财富 是前所未有 人类拥有的技术能力 也是前所未有 当然 人类所面临的困难和麻烦 也是前所未有 今天人类知识的沉淀 信息处理的能力 和抗风险的能力 是有史以来最强大 但是很遗憾 我们有时候并没有把这些资源 能力和知识 来加强沟通和合作 有时候制造很多隔阂 甚至扩大的分歧 人类发展史上 我们从来不去灾难 但很少像今天这样 灾难以后 酝酿着巨大的世界不安 这确实令人担忧 但是担忧从来没有用 与其担忧 不如行动 世界往哪里去 未来往哪里去 这一切的关键 都在于你们 在于年轻人的选择 在于年轻人的行动 我也听说 武汉封城以后 你们当中有一位 来自捷克的同学 在武汉封闭的时候 给武汉的同学 寄了一百个口罩 后来疫情蔓延到全球 武汉的同学 又帮捷克的同学 向中国医生问诊 收集信息 翻译成英文发给对方 上海纽约大学的同学们 我相信大家 看见了你们用行动 做出了选择 今天的麻烦 就是你们这代年轻人 最大的机遇 也是你们为世界 能够创造价值的 真正的机会 我想21世纪的毕业生 抓住机遇 拥有未来 我们需要三观 就是全球观 未来观 还有全局观 我们也需要三商 需要有IQ 需要EQ 还需要LQ The Q of Love 全球观 不一定要会懂外语 但一定要尊重 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人和人 国家和国家 没有一个是一样 肯定是不同的 而且会永远的不同下去 今天世界的问题 就是因为看到了太多 彼此之间的不同和分歧 看到不同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 是看到了不同 依然相信我们的同 依然能够放下分歧 共同前行 48年以前 中国和美国 从不同中 找到了相同 从分歧 走向了合作 世界开始走向发展 走向繁荣 中美两国 纽约和上海 几百年以来 从来就有很多不同 因为不同 我们才能够感受 和发现 对方不同的魅力 中美两国的不同 几百年来 都无法改变 也是不应该去改变 我们需要的 不是去改变不同 而是寻找相同 尊重不同 中美建交那一年 我刚好是八岁 那年一刻钟访华以后 杭州有了英语课 杭州成为了个开放的城市 很多美国游客来到了杭州 我为美国游客做导游 学习了英文 这让我 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了解了世界巨大的魅力 也让我有了不同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 以及有不同的思考的方式 今天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以及所有今天很多的人 都是中美合作的 巨大的受益者 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没有中美合作 就不可能有上海纽约大学 能有中美合作 我相信也不会有今天的马云 今天的阿里巴巴 未来 为中国和美国 为世界找到共同的方向 共同的合作的方向 这个使命 只有年轻人去完成 这是大家的担当 毕与这两个伟大城市 合作的大学 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 你们的命令里 肯定有与众不同的使命 全局观是站在他人的位置 看问题 IT时代的思想 是以我为主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们比拼的是肌肉 而DT时代的思想 是利他主义 只有让别人好 我才能变得更好 比拼的是智慧 上个世纪 重要的是 我怎么想 而这个世纪 二十一世纪 别人怎么想 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 可以只有自己 依靠自己 才能活得好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独自解决问题 只有全局的思考 利他的思想 才能真正 让自己变得更好 让世界变得更好 所以 我们也一定要有未来观 感恩昨天 改变今天 相信明天 未来没有专家 因为谁 也没有到过未来 预测未来 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创造未来 我们永远要站在未来 去思考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是 未来的问题 而不是过去的问题 我们更加不应该用 过去的方法 去解决未来的问题 面向 未来的年轻人 我们需要有三种伤 智商 情商 和爱商 IQ EQ And LQ IQ高的人 不太容易失败 EQ高的人 机会会很多 但是只有LQ高的人 才能受人尊重 未来 机器可能会取代 人类很多工作 但机器 只有芯片 它没有心 人类 有爱 这是机器 不可能取代人类 在我看来 全世界的年轻人 没有国籍的区别 没有种族和信仰的区别 只有 有梦想和没有梦想的区别 有担当和没有担当的区别 你们的心有多大 我们的世界就会有多大 你们是怎么样的人 未来的世界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世界 你们相信未来 我们选择相信你们 相信年轻人 今天 对大家来说 是个全新的开始 未来的路上 充满了挑战 也充满希望 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学习 一定能够帮助这个世界 跨入更加美好的未来 And I believe you all will make it 再次祝贺大家 也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